台湾文旦幼在睽違两年之后 今年渴望重返大陆市场 花莲文旦幼农也相当期待的同时 瑞穗香农会结合花莲农改厂推办的文旦讲习训练课程 尤其加强文旦幼早收技术的推广 以及因应气候变化进行田间管理的防治 各产销班的干部以及农民是踊跃的来参加 提升文旦幼产量的品质 进而顺利外销到大陆市场 瑞穗香农会结合花莲农改厂推办 例行性的文旦幼讲习训练 在农民心中堪称文旦幼神级讲师的 农改厂助理研究员刘启祥 针对了目前幼果成长期阶段的田间管理 以及用药等问题图文并茂实例说明 那这个是今年的 我从这个基础上面抓下来的 我切到的情况也大概蛮类似的 就是大家的柚子的肉已经开始在长 另外农改厂也加强文旦幼早收作业的辅导 市都瑞穗地区文旦幼早收产量与品质稳定成熟 提升国内外的市场竞争力 参加早收以后才会得到这么多的讯息 像我们第二年进入的第三年进入的 这些老同事老伙伴 农友们也都很认真在训续 因为每年会碰到的讯息状况都不会一样 所以我们觉得参加这个好像再成长再进化的一个学习教育 在产业上面我想对农民都是正向的 台湾文旦幼在睽違两年后 今年渴望重返大陆市场 农民也相当期待 日子香农会辅导推广 文旦幼早收计划的面积也逐年增加 今年更是突破百公顷左右 农民也透过了每一次的文旦幼讲习训练课程 温故知心 让瑞穗文旦幼品质更上一层楼 比较担心的就是主要还是外销 看可不可以外销出口 然后就是让这些文旦能卖出去 然后价格能提高 由于今年果量有少了一点 少了一两层 所以我们正注重的是品质上 现在水分跟甜分是我们注重的重点 因应极端气候的变化 农民借着农粮鼠 花改厂等农整单位 提供专业技术 搭配身经百战的务农 始作经验相辅相成 供固提升文旦幼的产销品质 提供国人及国际优质安全的农特产品 进而增加农产经济收益 记者是玉兰瑞瑞采访报道